卫英抬眸望去 看见了男人眼底的泪光 胸口隐隐地痛传至四肢末梢 心中的苦涩让他喉咙一阵发紧 说不出话来 小奶娃张开双手 朝着卫英挥舞 蓝望鸡抱着他 一步一步走进 带着泪意的浅眸似不敢置信 迟疑 确认 然后泪水控制不住涌出 顺着清冷的脸颊滑落 小奶娃愣愣地看着他 突然伸出小手 摸了一下他的脸 卫英 像从灵魂深处发出的一声呐喊 带着深深的喜悲 让人动容 病床上的人 正正地看着人一会 眼睫垂下 开口 却是让人心碎的话 你是谁 我不认识你 聊聊几字 却犹如千军万马的弓箭 齐刷刷 一并穿透蓝望鸡的身体 他睁着泪目 满眼都是身受打击后的恶然和痛苦 卫英 不要叫我 我不喜欢这两个字 这是我儿子 你别碰他 蓝韵一时也猛了 毕竟是学医的 卫英的受伤位置集中在胸口和腿部 正常来说 是不会导致失忆的 谢谢 蓝韵一 你快把这个人赶出去 他想抢我儿子 我不想看见他 蓝韵惊讶地半张着嘴 所以魏无羡指示不记得望鸡 卫英 我是蓝湛雅 蓝望鸡俯身抓住隔在床上的手 那人挣扎着 眉头锁紧 脸上显而易见的厌恶 你别碰我 你弄伤我了 男人的手瞬间松开 带着慌乱和无措 卫英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 你痛吗 不用 你离开这里我就不痛了 你快点走 把宝宝还给我 蓝韵一 夹在爸比和爸爸之间的光罗小奶娃 睁着大眼睛 在两人之间来回张望着 蓝韵听见卫英的要求 左右为难 一边是弟弟 一边是妻子 快点走 病床上的人突然暴躁了起来 妄姬 要不你先出去 蓝韵担心某人激动起来 伤口裂开 那就麻烦 蓝望姬像只被攻击后受到重伤的小鹿 满目的伤意 彷徨而又无助 她不舍得离开 可又怕眼前的人受伤 卫英 这话 更像是喃喃自语 说给自己听 她木然而哀伤的神情 让蓝韵不忍心 可她还是接过了她怀里的孩子 看着她一步步退出了病房 宝宝 小家伙看着空荡荡的房门口 大哭 一只手还指着门口 示意蓝韵带她去找爸爸 卫英被人哭得心烦 滴滴吼了一声 别哭了 吼完后 自己却闭上眼 有温热的液体顺着鬓角滑落 没入枕头 背霸鼻吼了 小家伙扁着小嘴 胖嘟嘟的小脸上还挂着泪珠 愣愣望向爸比的方向 蓝韵在心里无声叹气 她这一看就明白了 卫无限压根就没示意 她虽不是精神科的医生 但一个人失不失忆 凭她多年的洗衣经历 一眼便看出来 要不然 她哭啥呀 把人赶走了 自己却比谁都难过 蓝王鸡出去没多久 彭主任就到了 彭主任听闻人醒了 却失忆了 也是相当惊讶 一番检查过后 也是完全没问题 医生 我没事 卫音小小声在人耳边 私语了一句 在对上人意有所指的眼神 彭主任懂了 这是小情侣闹矛盾了 也罢 吃点苦头更懂得珍惜 彭主任离开后 蓝韵给孩子穿衣服 魏奶 刚弄好 大部队来到 怕被旁主任再次数落 这次只有魏长泽和张妈 老陈在楼下等着 魏长泽看见门口那尊佛 还是很伤心的佛 愣了一下 蓝王鸡 你站着干什么 宝宝呢 蓝王鸡还没有开口 魏长泽往里偏了一眼 阿县 你醒了 惊喜交加 也顾不上蓝王鸡了 冲了进来 摸着儿子的脑袋 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后 确定儿子没事 眼泪倒是速速往下掉 阿县 你可吓死罢了 魏长泽说起抢救的过程 就忍不住哽咽 好了 阿县才刚醒过来 你就不能让他安静休息一会 蓝韵出声训人 魏长泽抹了一把脸 连声英试 心情平复 他可算想起门口的人了 唉 蓝王鸡怎么站门口去了 蓝韵文言 听了某人一眼 魏长泽懂了 我不认识他 魏英垂着眼眸 声音淡淡的 呀 魏长泽张着嘴 第一次为某人感到可怜 他明知故问 谢谢 你忘记他了 失忆了 哎呦 那 这个有点惨 陪了大半个月 一天只上一次厕所 寸步不离的 差点把膀胱都憋坏了 没想到 好不容易熬到人醒了 爸 您别吵 我睡觉 魏英拉过被子 遮住脸 蓝韵腻了他一眼 不会说话就别说 魏长泽 我这不是想试下激将法吗 看来 没用 他忘了一眼门口可怜巴巴的人 突然觉得喜欢自己儿子的人 需要强大的内心 受得住某人的坐 反正这次 他不插手了 管得越多 错得越多 魏英是醒过来了 但他身体还不能动 还需要人贴身照顾 爸 您回去吧 给我请个护工就行了 魏英看自家亲爸 一下子老了十几岁的样子 实在不忍心他在为自己折腾 护工帮你擦身体 你愿意吗 魏长泽反问 魏英吃扁 一时没有反驳 他是不愿意 爸 您是不是非要惹我不高兴 魏英沉下脸 把宝宝带回家去吧 吵死 一天天宝宝叫着 听得他心烦 魏长泽 嘶 这家伙鬼门关跑了一趟回来 脾气越是进涨了 瞧你这脾气暴躁的 除了蓝忘机 谁还受得了你 这话 魏长泽只赶在心里说 最后 魏长泽给人擦了身体 收拾妥当了才离开病房的 他离开大半个月 公司乱成一团 他却是无法熬夜了 可以站出来 你去摆大半个月 我记得不想把运家 带来 你去摆大半个月 巡礼 你去咴